新一輪的人力資源推算將會在今年年中開展 勞福局現正積極進行準備工作 推算會從宏觀的層面 評估不同主要的經濟產業 在未來人力供求方面的大致趨勢 包括推算未來五年 勞動人口的整體教育程度 按傳統經濟行業 職業組別和教育程度劃分的人力需求 以及推算未來香港 整體經濟人力的資源短缺情況 政府高度關注香港面對的人力短缺問題 相關決策局正積極探討和推行合適的方案 在保障本地勞工就業的前提下 容許適度和有規範地增加輸入勞工 舒緩個別行業或者工種的人手短缺問題 勞福局將會在今年六月 推出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 以較靈活的方式處理院舍提交的申請 就運輸業而言 運輸及物流局正積極檢視 相關行業人力資源的最新情況 並會考慮各項措施 促進業界人力資源可持續發展 目標是在今年年中或之前提出初步的建議 並且制定相關的措施 其他的政策局也會各自檢視 他們所負責的行業的人力資源需求 適時制定相應的對策 政府在去年年底推出高端人才通行政計劃 喀立高收入人才和全球八強大學畢業生來港發展 截至今年的3月14日 我們一共收到超過17,000宗的申請 批了超過1萬宗 bilid 小誠 深夜 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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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